大家一起來參與 慶祝美術節 是我們文化局 非常榮幸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也特別看到 我們藝術界大家非常敬重的 沈澤斋 陳老師也來到會場 感到非常的高興 還有我們傳統藝術的國寶級的大師 我們都知道 今天特別來 我想美術節是屬於大家的 利用這個時間也要跟大家報告 在這一年來 在美術業務的推動上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來跟大家做一些報告 也要特別市長非常的支持 我們美術這些業務的推動 在大家關注的美術館的籌建上 陳歸東老師費心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目前其實都逐步的在進展當中 我們目前已經將先期規劃報告書已經進入了期末報告 在這個月底就可以完成我們的先期規劃 在四月初的時候就可以將我們的先期規劃報告書送達文化部 向文化部來申請補助 在去年 市長也特別拜訪了農務部長 也獲得農務部長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盡速的希望能夠把我們的先期規劃的完整報告書 送文化部列入文化部的重大文化建設當中 除此之外我們目前已經進行了工程顧問的委外的標案 在四月六號就會截止投標 我們希望在四月的時候就完成我們的所謂的工程顧問的委外工作 同時也進行我們國際進土的工作 我們希望在今年就能夠領選出我們美術館的建築師 我想這個建築師是對未來美術館的發展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非常的慎重 也非常的積極的來加速的來處理 那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們美術館 是用我們原警察署作為近現代美術 工十一是作為當代美術 那因為原警察署是屬於古蹟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先進行 所謂的修復細部設計 那在四月十號就可以完成 細部設計的一個審查 所以未來在我們國際進土 產生出這一位建築師之後 很快的就會 連結整個包包古蹟修復 那盡早來做包包施工 我們把近現代美術作為第一題工程的發包優先順序 然後再進行到當代美術館的工程 我想這個是目前我們的一些進度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我們美術館不只是硬體還有軟體的部分 在現階段已經都同步來進行 包括一些前輩畫家 不管是檢查或是研究 所以我們在去年出版的歷史榮光 總共有十二位前輩畫家的專書 那今年一樣會進行十二本專書的研究 跟出版 那我們總是希望說 美術館不只是要有硬體 還要有軟體 所以我們現在是軟體跟硬體並同來實施 那過去還會有很多相關跟美術館的公聽會 來邀請各位 藝術界的前輩 大家共同來參與 共同來提供寶貴的意見 另外第二件事情要在今天跟大家來報告的就是 市長希望我們建構一個台南市 成為一個非常友善的義務城市 所以從去年開始 我們引進了全國的花蘭協會 來到台南辦理藝術國蘭會 那非常感謝這個總館長 我們陳館長大力的一個協助 丟員、丟員都是台南人 希望說對台南爭有一個信任 所以去年辦的成果很好 今年又續辦了第二屆 我們所謂的辦進行藝術國蘭會 那在中午的時候 也邀請所有的藝術家朋友 也都可以一併的來做參觀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藝術國蘭會 讓更多的人來到台南辦展覽 吸引更多的藝術家 更多的畫蘭來到台南來進駐 讓整個台南的藝術文化的氛圍 會更濃厚 那第三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們目前 台南是有規劃了兩個藝術的美展的大獎 一個是我們台南獎 就是以我們台南的 在地的這些藝術家所辦理的一個競戰 另外是一個難贏獎 是一個全國性的一個比賽 另外我們從去年開始策劃了第三個來講住新人 就是新一代藝術家的獎項叫做台南新藝獎 那也在去年疲劃出來 那今年搭配一博會的飯場 讓這些年輕一輩的藝術家 能夠透過專業的藝術經理人來經理他的畫作 我想這是我們合併之後 市長很關切 希望台南市成為一個友善的藝文環境 讓更多的藝術家來到台南 我們所做的三件很重要的一個工作